那么你平常学课,学上初上课干什么 是不是?你平常是储存能量嘛 听个课以后,你回去以后思维一下,调整一下 哦!今天上了什么课 今天实在... 反正玻璃的思想一定是 要么就是跟空性有关 要么就是跟假观有关,有像的东西 空性有关的,一定是跟安住空性 假观有关的就是两种 一个是见你生活,一个是星球迪人 第一个是告诉你生活世界的过失 第二个想要就是见你的功德,引导力 所以你要整理一下,你把每一次上完课的东西 加强三厘嘛 上课就是充电嘛 生活就是历练嘛,最后就是最有灵中的真面嘛 你要每一次 诸位 你平常就是一种战斗 你平常放过一个战斗 你临终就多一份风险了 我告诉大家 因为你是法面对那的 所以,你最好是每一次播到你自己能够 成功的把外面挑补下来,最好是这样 尤其是越晚你要越挑衅 你一个人到55岁,你几乎不能放过那么一个战斗 因为他每一个战斗都要你的命 你不能说他可邪 因为你放过这个战斗 你认识满足他,他一直再带出来的 不可能,他不会放过你的 所以你认识满足你的战斗 你就几乎没有协调的空间 这是你要求我的 我不能再拼你的 所以 当然你必须要有保保 你不能强压的 我这样讲过 你要用道理跟自己沟通 要转 转失神志嘛 你要教育你的内心 让他在一种调谷的状态 安住的状态 引导的状态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听我们的课程 让你点点滴滴 人生 学果如果说有哪一句话是最重要 就是我们讲这么多话 哪一句话最重要 一句话就过了 四个字 这四个字最重要 保持进步 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字更重要 因为你不进步你就退步 那很可怕 一个最爱的人 就是他在退步当中 他大爆 你只要保持进步 你人生就永远有希望 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我不管做什么 我今天一定要比昨天进步一点点 我明天一定要比今天进步一点点 让你的生命是活水 这个是太重要 这所有的法门里面最重要的法法就是这句话 保持进步 你一中就有希望 那保持进步 你就要来办客 怎么办 你怎么把人进步呢 是吧 因为你的内心不是光明就是黑暗 两种都一样 你不是保保就是妄想 两种都一样 你没有光明 黑暗你就做主了 那么 我现在暂时退到幕后 那未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课程 就是有新师傅 新新师傅会带大家 我们的课程是没有变 我们的思想 就是禅观跟地主的结论 我想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我们都知道 现在人 恋活人最大的盲点 一言以蔽是 现在人会把佛号创造出来 但他不知道引导佛号 这是非常悲哀的人 现在很多人的佛号都没有到进口去 不到说何事件到中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调和爱去 他的心态没有准备好 所以现在人他只会恋活 但这个佛号跑哪里去的 他不管 这个是不对的 你做了一半而已 其实远格说 你做了四分之一而已 你只有提起佛号 你没有安住空性 调福爱去 找规定 你只有四分之一 也不及格 练佛不一定往生 往生一定要练佛 很多人以为说 练佛就已经往生了 你的心态要准备好 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进途中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你的心态 比练佛的数目更重要 你心态准备好 你一句佛号 是句佛号 照样往生 你心态没有准备好 一百句佛号 都没有让他往生的 因为他的根本 像你的心 能练的心 是你的心来主导佛号 我们不可能佛号来主导你的心 不可能 那你这个佛法 你的因言所生法 就是他生的思想 离开你的心 有一种外向力量来领导你 你这跟上帝的思想一样 完全一样的 练佛就跟上帝的思想一样了 是你的心是什么 是这样啊 诸佛法因言生 因言的主着色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是什么水平 你所念的佛号就到什么水平 你的心的水平 是一种人天正的水平 这个佛号 就让你来生 变成一个大负责的大佛号 你的心的水平 是到进主的水平 这个佛号就带你到进主去 是你的心来主导佛号 而不是佛号来阻挡你的心 这个大家不要错乱 所以提升我们内心的水平就很重要 因为你心里提升了 你所念的每一句佛号都提升了 你所求的法门都提升了 就是诸法无信 法门没有高低 进谁心转 心为福提 一切法去福提 心为进度 一切法去进度 心为名利 一切法去名利 法门 它本身没有方向 叫诸法无自信 进谁也心转 所以我们听听 我们接规佛头的教理 就是提升自己的内心 让自己的心 跟佛头的心 是相随顺的 虽然我们达不到 起码我们是顺从佛心 顺从本愿 我们现在回台北 虽然我们不能马上回到台北 至少我们是走到 回台北的路线上 叫相随顺 是不是 你不能跟佛头的公子 背道而驰